邵宗恒這日出席第一滴血終極血戰的首映禮 他說自己是超級dans 家裡還存齊DVD 我們很小時候已經看Rambo第一集 第一滴血 很開心 雖然80年代那種 鏡頭或顏色 畫面不太出色 大家想和現在不同 劇情很精彩 所謂是醫藥性強 他很慘 他退役後回來是不被人接受 但其實他幫國家做了很多事情 最後是迫送梁山 但最後有醫藥性強 我覺得這件事是令我們 inspire了我們年代很多男生 有誰沒看過Rambo 資深導演陳家孫Ricky 日前是加拿大離世 曾經一起合作過的邵宗恒 就感到很惋惜 其實是覺得很可惜 始終他都移民這麼久 我覺得是 我想這個是 他一定是得到 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 人人都會有這樣一日 又不需要太過悲傷 但問題是 希望他安息 aaa 大家可以